今天伦敦奥运会将会进入第六个比赛日 共将会决出18枚金牌 那么中国代表团除了男子乒乓球的单打 属于大热之外 其他的项目渐进的难度很大 那么晚上的十点钟 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 很有可能会在两名中国选手 王浩和张继科之间进行 那么在先结束的一场半决赛当中 张继科已经是4比1 击败了德国选手奥恰洛夫挺进了决赛 而王浩与中华台北的选手庄志渊的比赛 仍在进行当中 那目前的双方是战成了1比1平 在晚上十点钟 射击男子飞蝶双多项的决赛 中国选手胡继渊和李军都会有夺金的可能 那当然呢赛场的竞争也太激烈了 所以这场比赛依然是悬念十足 而晚上的十一点钟 女子柔道78公斤级的决赛 北京奥运会的冠军杨秀丽将会力争未免成功 那另外呢游泳 网球 体操 自行车 都有可能会带来惊喜 值得我们关注 好